hello 各位观众老爷们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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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国际解说 狗头池 嗓子还有那么点不舒服 但是就在这不舒服的时候呢 我还是要公布一个消息给大家 从今天开始呢 我不会在CPT的比赛上继续使用自己的狗头logo了 那也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更新的方案了 那从今年的9月份开始 我已经正式成为了CPT的中文官方解说 那官方也是给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logo Official Streamer 所以在今后的视频当中呢 就不会再有狗头了 取而代之的是这一个Official Streamer 看起来更加高大上的logo 根据CPT的要求呢 是不能在官方画面上随意叠加一些自己的画面上去的 那从今往后呢 所有的卡布公官方的CPT 我都必须要使用这个logo 那如果有一些朋友在视频评论里 问起来为什么没有狗头的时候呢 希望大家能够帮我转达一下 因为这一个视频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见 那做结巴我的解说呢 对我来说已经快要有三年的时间了 我觉得就这样一个官方的认证呢 可能是我三年里面所获得的一个最大的成就啊 当然离不开所有在屏幕前每一位支持我的朋友们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能够一直支持订阅我的视频 并且收看到现在 那从今天起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全新的抬头了 也就是国际EVO冠军 卡布公官方Official Streamer的解说 狗头池 有点长 我回头看看能不能整合一下 比如说各取一个字 国际冠军官方狗头 所以拼在一起是四个季啊 所以我以后就是 哈喽各位观众老 又要做视频做直播 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呢 我有去健身 然后我还要去见更多的人 去参加一些线下的活动 所以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的时候呢 有时候我的嗓子又不太好 所以我没有办法及时的把这些视频更新出来啊 今后的话 如果我可以搭建到自己的团队 帮助自己去完成这些事情的话呢 我应该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出一些解说的视频 那现在的话确实太忙了 我很难把所有的事情都一口气给他做完啊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体谅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大概就是这样了 公布一个新消息 在下个月也许还会有新的消息 我们到时候再见了